對 然後大家再來單淘汰 沒想到運動有招有一點可以用這種東西啊 感覺正式很多呢 畢竟是國際大賽喔 雙方 欸 已經在調啦 要選角色了 雙方似乎 欸 有沒有檢查按鈕呢 這個不太確定 也有可能進去看看 待會開始的時候就會知道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敵人口號 口號剛才其實有對鏡頭比耶 在上一場的時候 雖然比賽都是對立的喔 但是沒有比賽的情況大家都是非常友好的喔 我們剛才有合照啊什麼的 其實賽場上是敵人 但是賽場下其實算是非常友好的一群人喔 算是也有一些人會在 線下的這些地方做一些技術交流 其實這是非常常見的 尤其像這種國際型的比賽 可以交流或是可以去 看的觀點又會更不一樣更多 好 回到比賽 對 然後這邊 惡魔人 打祭司 這邊看起來是在Button check 因為剛剛其實應該是沒有check的喔 對 剛剛還是沒有做check的 那這邊其實可以進九條 我們講解一下那個惡魔人 這隻角色他的特色大概在哪裡 惡魔人是一個 中下性的相當平均的角色 也就是說他耐落少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那有少之後雖然康柏不痛 但是能夠帶強的這個優勢 其實其他角色我沒有 畢竟下段伏起技有的角色其實非常少 對 那他就是剛好有這個優勢 所以才變成上一個版本的熱門角色嗎 其實他不算是熱門角色 他必須要是駕駛員很強的情況 這個角色才會搶 算是一個難度很高的角色 對 必須你自己本人要搶 這個角色用起來才會搶 對 完全就是靠選手本身的應變能力 他是一個上下先很高的角色 對不對 並不是說角色本身有特別多的優勢 對 不過看起來是蠻全面的 對 他該有的東西都有 對 那對橫移動的部分其實稍微弱一些喔 我不會看到在之前的世界大賽 韓國的Need呢 使用橫移動性能最好的Lily 對 對 打敗Gudans喔 那就是靠這個橫移動性能 不然是完全沒有辦法追到他 對 好 那這邊 看起來是準備要開始了 好 好 雙方 好 正在做一些簡單的Check喔 好 對 其實現在鏡頭拍不到 現在正在把大友打開橋裡面的東西 因為剛剛主機有一點狀況喔 我們現在直接更換了一台主機 好 雙方在做按鈕確認 好 這邊選擇的是Claudio嗎 喔 似乎還沒有 還不是最終答案喔 好 看來 在這邊要腦力激盪一下 要響了 好 要拆對手的角色 這邊 好 果然還是穩穩的選機師 媽 選角也在抓距離阿 不愧是鐵拳玩家 對 其實這邊的心理戰 算是非常重要 選角也是有心理戰 不過 因為BCN比賽才盲選制的啦 所以應該 有講好的就是講好 他們選擇用BlindPink 已經選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 比賽中蠻重要的 尤其是當你的對手 有很多角色可以使用的時候 其實他鐵拳也算蠻常見的 畢竟有多角玩家很多 那對於一些隊員學上的來講的話 他們會選擇盲選 對於自己來講比較安全 不會被對手所對應到阿 對 如果說對手會用的角色 剛好有一些是 可以針對你這個角色 發揮出比較多優勢的話 那其實就會有差別 對 而且 如果沒有盲選 就可以看到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我盯在這個角色 你盯另外一個 我盯另外一個角色 你又盯回來這個 就變成無限的跳探狗這樣子 好 那這邊 已經決定好了 然後這邊選擇的是這個 龍樂公園 龍樂公園這個場地喔 今天出現率蠻低的 好 兩邊 要開局了 封個牆 這邊 機師也開始機器 這邊開場其實做的蠻好的 我覺得機師這個部分蠻還原的 好 這邊 開局 喔 開局先沒踢到一個counter 好 頂開下段 風拳 Mbuken 打空陣 非常漂亮 好 有了 有事物必殺技沒有轉出來喔 稍微可惜了一點 哇 下段有打到 哇 通話直接過去做中下折 直接把他帶走 開局 又在Counter 感覺這邊機器也會開局 很想動喔 哇 這瘋全瘋到了 哇 跳進門踢到 好 這邊爆了 好 鮮花氣 有 有 有 這個橫移漂亮 哎呀 沒有追加到 好 這邊 有了 爆氣連斷 閃爺爺爺爺爺 喔 可能會剛好帶走 哇 這傷害非常漂亮 Double Red Blue can做結尾 這有點可惜喔 剛剛那個追加沒有出來 結果反而給了DL一個機會 對 剛才措斥一個小機會 不過沒有關係 可惜 這邊目前還是屬一個持平的狀態 而且即使沒有氣 他應該要掌握一下這個氣空 扣號這邊得想一下 要怎麼進去 哇 漂亮啊 球場漂亮 躲過了氣空 用這個壓矩處 直接空中跳過了這個裂風拳 可惜 剛才那個下段沒有做好缺反 好 帶一個 橫移改一下 衛著 這邊賴床賴很久很趕 有點危險 哇 這被打到Counter 漂亮 漂亮 哇 居然按了極器喔 按了極器阿 調一下性 喔 有了 這也暴氣連段 好 到角落 這個似乎是距離有一點沒有算好喔 對 剛才感覺是想要跳背喔 不是 他是要利用他高碰牆的時候 直接從跳腳開始接阿 從這個跳中腳這個動作開始接連段的話 傷害非常大 可惜剛才距離不太好 這兩個下段 也是帶走的頭號 來到地盤的尾燈 好 這邊有 確認好直接爆去連段 這一次問對了 這個就很痛了 這個就很痛了 哇 下段 Stand up 有一條7了 我們迪昂貴的 感覺他的優勢值費太好吧 哎呀 這一個怎麼一回事阿 這沒有解摔 哇 下段 這一個其實非常有運氣成分在喔 這是一個近距離擋住一個大下段 本來要做一個雀板 結果第一下踢到第二下 居然露空阿 這個實在是非常妙的情況 有點像運氣不太好阿 這可能是比較特定的情況 有些角色在出完招之後 他人在畫面上其實是有被稍微往後推的 這時候受到攻擊的時候 角色會分開得比你預想要更多 剛剛就是發生這樣的狀況阿 對 然後這邊是一個山上的地形 那這個地形是稍微比較屬於狹小的嗎 這個就是標準的比較圓形的場地 標準圓形場地 沒有特別小 其實他跟龍巢是同樣的Size 只是換一個背景換一個時間 對 換了一個背景而已 這兩個場地可以說是一樣的也沒有問題 本局沒有換 這邊開局 兩邊露空聲一下有點抖 這看到中距的部分 空話其實還蠻常用瓦區喔 來佈局的 這兩下點到了 這邊感覺迪亞昂貴是稍微比較衝一點喔 所以這邊空好像有點招架不住了 這邊繼續有一個去了 來佈局 立康 Stand up 剛好帶頭 飛通漂亮 再帶一點過來 有 倒氣連斷 這邊還沒有很痛 怎麼辦 哇這邊點到了 點了一下下段 連續的橫移動左腳 哇好漂亮 漂亮喔 這邊壓制力給的很夠喔 已經中斷的威脅喔 剛剛兩次都避崩了 這是讓CoreHut蹲不下去的原因 剛剛CoreHut真的是不太感動 哇 漂亮這個橫移 這個是有特別針對過對策的喔 其實機師的這個中下者呢 保羅不用被折 他只要在那個時機 放出富裕的話 中下都不會中 算是一個 一定有研究過的對策 哇這踢到 這一定是有特別針對機師研究的對策 又想使用富裕來躲招喔 但是沒有成功 喔有 波加段漂亮 反應很快 我們這血量的差距有沒有辦法打回來呢 等一下機師這邊還是很可怕 並且有調氣還是紅血狀態 喔下段點到 好 該怎麼辦 哇 這是一個疾風啊 直接把帝龍檔案射成外 直接把你推出去 哇開局想要再 拖一個 但這邊CoreHut選擇不動了 1 2 好有了 倒氣 可惜這位直接被 保羅抓到機會 等一下 哇下段提到 康德育 攻拳 好這邊衝過去打 左邊之後讓蜘蛛被解開 喔怎麼解開了 哇這個橫移也很漂亮 哇 他這個 這個版本線真的是非常強 你看富裕整個人偏到了機師的後方啊 移動範圍就變得非常大啊 重點是他移動完之後 他追尾的攻擊效果就非常強 其實不會漏 這邊帶進角落 走 走圈走圈 一開始想要刷咬就被點掉了 這邊再打一次 這邊有一條氣喔 感覺跳 他的攻擊要來了 哇 還是富裕阿 對還是富裕 用富裕來化解 很多危機喔 你看到 摳化選手 摳化選手 摳化選手臉上露出了 笑容 小笑容 小笑一下 吃我一個富裕 這邊看起來 要更換角色嗎 再問一下 再問一下對策 我們在比賽中其實有安排一分鐘的教練時間 這選手是可以自由利用的 有所謂的軍師 會不會更換角色呢 雙方現在還在選擇 雙方還在選擇 不確定 我們聽到聲音喔 聽到聲音了 選擇的Jack7 換了一個傑克棋 看來想要打距離優勢 說真的傑克也是原本他使用的角色 對 是後來這個版本之後 他才更換成機師的 之前他參加比賽都是使用傑克比較多 好 這次傑克要對上保羅 對啊 是一個岩漿的地形 好 那這邊雙方差不多啦 喝個水 省水省水 這邊開局動畫 不過這一局的話 就要看這個DionGrey的傑克棋要怎麼翻回一層了 但是他是不是能夠利用 偷畫的對他的傑克不熟悉這個優勢呢 來擊敗他 稍微有點困難喔 感覺上動了一下 有了 帶進角落 很痛 再翻過來 來 把我這邊 感覺也是打得比較激進一點 原兵 傑克的射場還是比較長喔 如果 照進的話 其實你會被勾選勾到 我也是在想辦法 就是解摔兩次都解到 漂亮 非常漂亮 直接RD崩結尾 RD帥一下 Round 2 FIGHT 開局喔 下段有 哇 這第二下Counter Counter Hit 漂亮 這邊直接起身體 下段 這邊有 這邊已經出角落了 所以保羅的壓制可能 有點掉了 哇 這邊被舉上去了 有點不太妙 接近牆壁 連續兩下都防得很好 哇 中間被插了一下喔 所以這邊有點盾掉了 不過我覺得剛剛最大的問題 還是龍王P長之後 兩個角色互換喔 反而 扣化給了自己很大的壓力 原本是有優勢的 這邊稍微可惜了一點 這邊再板掉 帶進角落 有了 哇 哇 這Function可痛的 沒想到居然優先來到賽點是 扣化 對 這邊PYON GREAT該怎麼辦 但是現在先把 扣化帶進角落 下段點一下 哇這個槍殺 PYON GREAT很賺 好連續三下 這邊要怎麼辦呢 哇可惜了 雖然伏襲器打到 但是也沒血量 雙方賽點 哇 大下段就打了 喔 波得漂亮 先波搬運到角落 點一下 哇 這下段有打到 喔追擊 哇 恭喜 兩位